哈喽,我是我,老雷 哎,我刚才我在那说了一个45分钟,对不对 现在都天黑了 我忘了说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是,我老雷 我为什么觉得你要思考我说的那些问题 就是关于你的底线 关于你觉得什么时候够了 关于你觉得你什么时候应该站出来说一点什么 而且你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那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思考那个问题 难道我老雷 我觉得你因为中国人,所以你要思考吗 那个问题,或者是你血统 跟你血统有关 或者是你作为中国人有罪 有责任,有义务 难道是这样吗,不是 我不觉得那是因为你是中国人 我觉得那是因为你了解中国 首先我们得说 按照我们现在21世纪对公民的那种理解 任何一个拿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护照的一个人 他都应该算那个国家的公民 对不对 可能很多人还是做不到 对吧 可能包括我自己 对吧 如果说你,假如说你 你在德国待了一个八九年 拿到了德国护照 对吧 或许连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成一个正儿八经的德国人 或许你觉得 那我不是北京出生的吗 我不是说德语的时候带口音吗 我不是还是一个中文吗 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要时不时提醒自己 你其实是一个德国公民 而我呢 我老雷或许我看到的也觉得这个亚洲脸 说话带口音 而且我或许认识你了 我就知道你是北京人 你是中国人 对不对 但我也要提醒自己 我说这个人是个德国公民 不是个中国人 是个德国公民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 就根本没那个关系 对不对 你跟我一样 但是哪怕不是那样 哪怕是一些 没有拿到外国国籍的一些中国人 对不对 比如说你是个留学生啊 或者你在我们这上班啊 或者啥 你还是中国公民 我也不会觉得你因为是中国人 因为有那种血统 或者是因为你从那边而来 所以你必须得说一点什么 我更不会觉得你有罪或者啥 你有一个什么义务或者什么 不是因为你的身份 而是 我刚才已经说了 因为你了解 我觉得任何一个了解中国的人 任何一个思考 思考过中国体制的一个人 思考过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的人 看过中国本质的一个人 他都有义务说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政治跟我完全无关 事不关己 对不对 就是我管好我自己 吃喝辣萨或者啥 那那些人我老雷可能会觉得 他没有 没有完全开化吧 就是有点那种 他需要奇蒙 他可能需要经历一些事 可能需要读一些书啊 跟一些其他聊天啊 或者啥 或许还没有到时候 对不对 那个人可能将来就OK了 但是暂时那些人 不是我说话的对象 但是如果说你思考过一些问题 而且我发现有一些中国人呢 或者是有一些非中国人的一些外国公民 但是以前从中国出来的嘛 在国外很特别会 会去关注一些那种 比如跟人权有关的一些话题 跟政治有关的一些话题 对不对 哪有一个什么那种女权游行 去参加哪有一个什么LGBTQ啊 或者是反法西斯啊 或者是就诸如此类的一个什么游行 或者是一个什么活动 去参加 那我觉得你去参加那些东西 在国外 在一个比如说德国的那种 有法治有民主的那种 有自由的那种地方呢 我我觉得挺好 对吧 我鼓励你去参加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同时思考一下 你了解的那个中国 是不是也需要你说 对吧 你不说谁说呀 难道就一个老雷 一个德国人在那说中国坏话吗 你们所有那些 但是说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你们所有那些出来的那些人 在国外不甘身对吧 说一些 比如说美国一些人权问题 说一些德国的一些人权问题 参加那些作为公民 应该参加的那些活动 都OK对吧 但是你们不说 你们不以真实 自己的真实身份 站出来说一些中国的事 导致了可能德国 普通人 普通老百姓 对中国不了解对不对 可能会觉得怎么不是 所有那些或者大部分 那些从中国出来的那些 不是都对中国体制挺满意的吗 每一次有一个什么那种反共 或者是反习的那种游行 不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吗 不都是一些什么反共啊 那种人吗 怎么大部分那些 从中国出来的那些留学生啊 那些上班族啊 不是都对中国好像看起来挺满意的吗 因为从来不游行 从来不干什么 包括网络上从来不说话 因为你们都看着那些利民小号 对不对 谁知道你是谁 所以说我觉得因为你了解中国 你知道它的本质 而且你知道它的可怕性不是吗 你知道它的发展方向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你有义务说 对吧 就最起码让一些 跟中国无关的一些外国人 看到了一些你所认为的一些真相吧 而且让他们看到了你属于那些不满意的中国人 因为那些中国人也存在 而不是全部都是要么粉红奇葩 要么法轮功奇葩 这个道理 Peace 每天都没说过